黑色情報 音樂 經驗 爸媽掛出台網站 嗨大家好 我是護理師雅倫 今天我們邀請到 附身婦產科陳文明醫師 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因為在孕婦間很夯 但是其實我們有一點 一知半解一個話題 就是父母外頭婦產 陳醫師好 你好 嗨雅倫好 嗨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沐森婦產科陳維銘醫師 今天很榮幸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腹膜外婆屋產 這個婆屋產最近蠻夯的 但是大家可能對它不是很了解 網路也寫得莫中一次 所以今天我來幫大家 一起討論一下腹膜外婆屋產 講腹膜外婆屋產之前 我想我們要基本上 先了解一下我們的解剖學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我們下腹部的結構 那我們順便討論一下 腹膜內婆屋產和腹外婆屋產的手術方式 首先在我們下腹 第一層是皮膚 在皮膚下面第二層是脂肪 那第三層有一層很重要很重要的肌肉 我們叫腹脂肌 那在這個腹脂肌 我們念的那個肌肉 在它上面會有一層金膜 白色的金膜 就是豬肉上面那個 我們要給它丟掉才有辦法咬的那個 我們人也是也有 那這個腹脂肌下面呢 會有一層叫腹膜 那這個腹膜呢 會繞著 我們打開以後 會看到我們的膀胱 看到我們的子宮 看到我們的大腸 這腹膜會繞著膀胱 繞著子宮 繞著大腸 形成另外一層膜 叫薑膜 那這個腹膜跟薑膜 中間圍繞的這一層呢 這個空腔 我們就叫腹腔 那我們傳統的婆屋產呢 怎麼開呢 腹膜內的婆屋產 我們會打開皮膚 打開脂肪 打開筋膜 打開腹脂肌 再把腹膜打開 我們看到膀胱 看到子宮 再把膠膜打開 然後把子宮化開 所以傳統婆屋產 總共是要打開七層的 那因為打開這個腹腔 所以它的視野是很清楚 空間比較大 所以這個手術是比較簡單 不然也比較容易 可以很平安的生產出來 但是因為打開腹腔 它難免就會產生一些缺點 那第一個缺點呢 這個血水洋水就會流到腹腔 那因為呢 血水洋水如果過多 你就要去清洗 那這個腸子難免就會受到 碰觸 或者是血水的碰觸 所以難免手術完 可能要等排氣才能吃東西 免得會腹脹很厲害 所以第一個缺點 常常是要等排氣才能吃東西 那第二個缺點 在我們腹膜會有傷口 子宮也有傷口 那這個傷口呢 有些媽媽的體質 可能很容易造成沾黏 所以有些腹膜內手術完的媽媽 可能就會造成腸性膜沾黏 或者是腸沾黏 造成慢性互痛 脹氣便秘 甚至比較嚴重的 會造成腸阻塞 可能要找外科醫師 再來進行第二次的手術 那第三個缺點呢 是因為有些媽媽的體質 它抵抗力比較不好 媽媽又可能吃前餐 娃娃從產道 再把它挖出來 從婆婆產出來 這個時候陰道的細菌 有時候就會感染我們整個腹腔 所以造成我們腹腔內的感染 然後可能會化膿 可能這細菌會往上跑 造成腹膜炎 那更嚴重的 可能會沿著腸性膜的危險管 跑到我們前身 然後造成敗血症 所以它的死亡率就會變高 所以在西岩1906到1908年 大概是110年前 那個年代沒有抗生素 然後很多人開著傳統的婆婆產 它就護膜給乾燥死掉 所以歐洲醫師認為 我們傳統婆產 從護膜進去 把前門打開 再從後門出去 進這個家裡 前門到後門這個腹腔裡面 不做事 多此一舉 去造成感染 所以這個歐洲醫師呢 他就發明護膜來婆產 請大家記得按讚 訂閱或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